跟政敵握手寒暄 新北市長侯友宜出席 民進黨新北議會黨團幹部交接 雙方先禮後兵 不要婚你我 更不要婚族群 不要婚黨派 大家洗手博坐 新北市一定會更好 要爭取在新北市重返執政的一個在月黨 很遺憾的 新北市府最近傳出很多涉及貪污 違法甚至遭到檢調約談 民進黨平出招 先指導新北最近爆發的弊案 社會案件等 強調理性監督 再酸侯友宜的好好做事 儘管侯友宜沒鬆口 但略以瞄準2024總統大選 要他在新北待滿任期 還有社會運動倡議者鄭楠 榮的女兒鄭竹梅也來助攻 韓話中央修選罷法第47條 揭露公職參選人威權時期 侵害人權紀錄等 就被認為是衝著侯友宜而來 面對敏感議題侯友宜就算不講好好做事 但是還是一貫冷處理 TVBS新聞 與企劃商品領品 SN小組 台北報導 請支持TVBS國際Plus全新頻道 讓您擴大視野 掌握趨勢 接軌全世界 更請訂閱 開啟小鈴鐺